日本北海道大学进化生物研究小组对三个分别由30只蚂蚁组成的黑蚁群的活动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大部分蚂蚁都很精快地寻找,搬运食物,而少数蚂蚁却整日无所事事,东张希望,人们把这少数蚂蚁叫做蓝蚂蚁,有趣的是,当生物学家在这些蓝蚂蚁身上做上标记,并且断绝蚁群的食物来源时,那些平时工作很勤快的蚂蚁表现得一筹莫展,而蓝蚂蚁们则挺身而出, 在领众蚂蚁向它们早已侦查到的新的食物源转移,原来蓝蚂蚁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侦查和研究上了,它们能观察到组织的薄弱之处,同时保持对新的食物的探索状态,而保证群体不断得到新的食物来源,这就是所谓的蓝蚂蚁效应,蓝蚁反悟,才能停移动脑,相对而言,在蚁群中,蓝蚂蚁更重要,而在企业中,能够注意观察市场,研究市场,分析市场, 法律市场的人也更重要,蓝蚂蚁效应经典案例,以自主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奇瑞台汽车,近几年在业界展露头角,而奇瑞,最初的研发班底,就是别的公司淘汰下来的蓝蚂蚁,使多个音员公司打算撤销技术中心而集体跳槽的工程师, 当时,一些汽车公司热衷于为快国汽车品牌做加工装配,以获得短信利润,技术人员这些看着好像不干活的蓝蚂蚁,就不受重视甚至被淘汰,而市场却在一次证明,企业要长远发展,必须重视蓝蚂蚁,培养蓝蚂蚁,其位公司里就有200多个研发人员, 一次,南京未来十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陈嘉平总经理,在参加南京市工商联组织的邀请南京市科技局有关领导,给南京民营科技企业,做有关科技政策的讲解, 其中在座的一些不错的企业却问了一些很出奇的问题,如,申请科技项目补助基金应该怎么办啊等,陈嘉平总经理说,在座的各类企业经营业绩都很好,值得我好好学习,可能大家都把精力集中在看得到的地方, 忘了养一些闲人,而这些闲人却非常熟悉产业发展,政府政策,项目申报,公关列一个事关大局的事项,这些闲人似乎就是企业里的蓝蚂蚁,但是关键时候,他们将发挥比那些尖尖热肉的人是更大的作用,蓝蚂蚁效应的起事情以蓝相苦相成,蓝未必不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蓝于表悟,才能勤于思考,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如果所有的人都很忙碌,没有人能静下心蓝蚁, 来思考,观察市场环境和内部经营状况,就永远不能跳出狭窄的视野,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看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做出一个长远的战略更化,在一个分工协作的组织内部,勤者与蓝者都是不可作却的,大量勤者的存在,是一个组织赖于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还需要存在蓝于具体事物, 却勤于思考创新的决策,谋划,组织,协调,指挥者,没有了这样的拦者,勤者极一无所适从,乱了头绪,多会做无畏劳作,往往是被公办,在人才的运用和配置中,更需要分清人才的类型和特点,加以合理运用,把各类人才放置在恰当的位置,弹活和优化人力资源, 对于不能成为蓝蚂蚁的其老蚂蚁,要尊重他们的工作价值,根据其能力和特点分配工作,使他们正确定位,不断认识和提高自我,注重扬长臂短,充分发挥能力,和蓝蚂蚁相互支持,相互依托,和协共处,贡献其最大智慧和能量,携手确保企业安全,稳定,发展,深入推进企业和协发展,蓝蚂蚁效应和企业用人观蓝蚂蚁效应说明,企业在用人时, 既要选择脚踏实地,真劳热热的琴蚂蚁,也要任用运筹为我,对大事大方向有清晰头脑的蓝蚂蚁,这些蓝蚂蚁不被杂物缠身而擅长一线别方向和指挥前进,能想大事,想全局,想未来,针对不同的岗位确定不同的考核标准,才能客观,正确地评价不同人员的贡献,最终高层的管理人员而言,切记一套标准套助所有的人员,蓝蚂蚁效应对企业人才招聘的启示, 一,确定企业中的蓝蚂蚁是人才,在人才的选用和配置中,需要分清人才的类型和特点,压力合理运用,使他们正确定位,不断认识和提高自我,在企业中,哪些员工是属于蓝蚂蚁是员工,美国康奈尔大学的Scott J. Snow教授在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人才进行分层分类,根据人力资本的价值性和特殊性,将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分为核心人才, 独特人才,通用型人才和辅助型人才四类,在四类人才中,只有核心人才是形成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要素增下图, 那要为核心人才是具有学习与创新,适应市场的战略能力的人力资本,这与蓝蚂蚁效应中的蓝蚂蚁的特点相符合,蓝蚂蚁是员工相当于企业的核心人才见上图, 这些蓝蚂蚁是员工能够思考,观察市场环境和内部经营状况,要出狭窄的视野, 看到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做出一个长忍的战略规划,比如,企业中的管理者提起着蓝蚂蚁的功用, 他们身上影响具备着蓝蚂蚁的精神,他们研究战略上的问题,指导企业的方向, 并支援善用,企业要长忍发展,必须善于选用蓝蚂蚁式的研发人才,市场营销人才和决策人才, 研发为核心竞争力的奇瑞台汽车,近几年在日界崭露头角, 而奇瑞,最初的研发班底就是别的公司淘汰下来的蓝蚂蚁, 使多个运营公司打算撤销技术中心而起起跳槽的工程师, 当时,一些汽车公司热衷于为快国汽车品牌做加工装配,以获得短期利润, 技术人员这些看着好像不干活的蓝蚂蚁,就不受重视甚至被淘汰, 而市场却在一次证明,企业要长远发展,必须重视蓝蚂蚁,培养蓝蚂蚁, 奇瑞公司里就有200多个研发人员,蓝蚂蚁效应对企业人才招聘的启示, 一招聘要坚持最佳匹配,蓝蚂蚁效应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一个组织中分工要合理,人士启示,适得其人, 这说明要根据岗位的需要来合理选人,和优用人, 尤其是对基层主管的年龄,文化,能力,性责等因素结构要进行优化配置, 以充分发挥其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因此,招聘要坚持最佳匹配原则,实现企业的人党匹配, 进而提升企业的业细和整体实力,真正有效的人党匹配, 至少需要精力,知岗,知人,匹配三部曲,知岗最基础也是最重要工具, 就是工作分析,在企业管理和咨询的实践中, 通过前面提到的胜任素质来支援, 帮助企业实现最佳人党匹配的有效工具, 最后是支援善用,把全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二,基于素质模型的蓝马里, 是人工加进素质,是驱动一个人, 产生优秀工作绩效的各种各性特征的集合, 包括知识,技能,个性与内需力等, 根据蓝马里效应现象,为了保证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企业必须招聘那些能够帮助企业达成档西, 以及长期占阅意图的具有高素质的人, 基于此,企业传统的依据候选人的知识技能以及经验背景, 进行招聘证选,已经不能满足企业获得持续竞争力, 同时吸引与开发蓝马里式员工的要求, 企业采用传统的招聘方式, 尽管在招聘面试中设计种种问题, 安排种种考核, 但是成功却各乎总是渴望而不可及, 与传统的招聘征选相比, 基于素质模型的招聘征选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基于素质模型的招聘征选, 除了采用制定的工作标准与技能要求对候选人进行评价之外, 还要依据候选人具备的素质对其未来计较的指引作用来实施招聘征选, 这种基于素质的招聘征选将企业的战略、经营内标、工作与个人联系起来, 在遵循有效的招聘征选决错程序的同时, 提高了招聘征选的质量, 同时,整个招聘征选与企业战略框架为基础, 也使那些对企业持续成功最为重要的人员及其素质得到了重视与强化, 企业实施基于素质的招聘大致可以遵循各个步骤, 首先,确定企业的招聘征选人员需求, 招聘需求一般是依据企业的战略性人才规划, 当企业现有岗位需要增加人员或增加来新的工作岗位时, 当企业拼教职,离职引起的人员重新安置, 或者当企业拟临实项目或设书任务带来的人员需求等, 第二步是定义在应聘人员所需的素质要求, 在确定人员需求以后, 企业要明确在招聘岗位的关键专业能力素质和通用能力素质要求, 为特定职位界定能力素质要求等级, 例如,某部门主管岗位的通用能力素质激励下属为一级, 专业能力素质会计核算业务能力为指导级, 第三步是选择进行征选和招聘的渠道, 招聘渠道一般分为外部招聘和内部招聘两类, 外部主要是选择合适的媒体或招募中介机构, 内部招聘渠道主要是在企业内部发布职务空缺信息, 实施内部员工订聘或工作岗位轮换等, 最后,实施招聘账选, 在具体实施招聘账选的过程中, 通常采用的是行为面试的方法, 行为面试法是通过一系列问题如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您当时是怎样思考的, 为此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等等, 收集候选人在代表性事件中的具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详细性, 基于候选人对以往工作事件的描述及面试人的提问和追问, 并用素质模型来评价应聘人员在以往工作中表现的素质, 并以此推测其在今后工作中的行为表现。